现在就下载98新闻台APP 随时随地收听我们精彩节目 98新闻台FM98.1财经一路无发 我是阳梦华 美国股市上个礼拜出现盘势很大的变化 就在选前 美国总统大选只剩下60天 选前出现了高档的压回 这个是美国三月以来 比较明显的压回 而且是压回在下半周 从上周四 美国股市从历史的高位 出现了连续性的走跌 连两跌 周五周四跌了两天 单这两天 纳萨克指数就跌掉了3%多 3.28%的幅度 单周的跌幅创下三月来最大 刀仲是跌比较少 1.82% 标普也跌了2.3%的幅度 非常半个地指数跌幅是2.27% 也就是说美国四大指数 跌幅都有2%到3%了 同时标普跟纳萨克指数 是结束了连续5周的上涨 整个八月其实美国股市 涨势非常的凶猛 尤其是纳萨克指数 涨幅将近一成 最主要涨的就是尖雅股科技股 但是上周四周五两个交易日 其实跌的也是尖雅股 也是科技股 尖雅股跟科技股跌势都很重 比如说以苹果来讲 上周全周的跌幅有3% 亚马逊跌了3.15% 脸书跌了3.7%的幅度 微软涨幅没有像苹果 像亚马逊这么多 但它跌了也不会比人家少 微软居然跌了6.4% 一周跌了6%多 特斯拉跌了5.5%的幅度 谷歌跌了3.25% 好那这些股票不要算特斯拉 我们算苹果 亚马逊 脸书 微软 谷歌 这五档股票 就我们所讲的FAMG 这五档尖雅股 他们的总市值 是六兆美金左右 六兆美金普遍的跌幅 都有3%以上 也就是说光这六档股票 连续两天的下跌 就已经跌掉了2000亿美金 这何其惊人的数字 2000亿美金就这样的灰飞烟灭 那特斯拉跌5%多也不少 特斯拉市值是4000多亿美金 5%也是200亿美金 没有了 所以说美国科技股 在这样跌的话 那个资本蒸发损失 会非常的厉害 那谁在赔这些钱 那都是散户 在追高这些股票的人 所以说这礼拜 美国股市很关键 尤其是这些科技股 不能再重挫 那上周五 其实盘是很惊险 你知道一开盘 其实纳查克指数 是一度跌了3%多 那中场是只有跌 跌1%左右 1%多一点 但是他曾经一度跌了 快500点 500点左右 后来拉上来跌100多点 纳查克指数 在最严重下跌 就是说差不多在 11点12点的时候 就台北时间 11点12点的时候 苹果是一度跌8% 特斯拉也是一度跌8% 但中场苹果反而收涨 特斯拉还收涨2%多 就是说把这个8%的跌幅 米平掉 还收涨 就靠这两档股票拉上来 所以说美股在上周五 才能出现明显的下影线 不然的话 你把这8%加上去 苹果上个礼拜是跌超过一成 盘中最深的时候 特斯拉是跌了两成多 所以说这个盘是有点变化 而且这个变化 值得注意 要小心谨慎 警惕一点 我们赶快来请教 资政级我分析师林长鑫 长鑫你好 老大哥好 大家晚安 那一次可以拉上来 第二次恐怕就拉不上来 对不对 这个我们常讲股票市场 没有给你逃命两次的 所以说就不能再跌 美股现在只有一条路 就是只能往上涨 不能往下走 你盘整都会有压力 因为你一盘的话 大家就会想卖股票 所以说是剩下两条路 你不是往上走突破历史新高 就是这些股票能突破高点 把整个盘势稳住 不然的话就是继续狂跌 就继续有压力 我认为就这两条路 盘整是不会的 不可能盘整 因为你高档盘整 大家会想卖 那一定是往下走 对我想其实 这边的股市 大家可能要稍微特别留意 虽然说台股还是相对强 可是我们今天如果直接谈美股的话 大家如果去看 其实美股这一波以来 其实跌破月线 大概都停留不久 马上又站上月线 所以上礼拜其实也是一样 礼拜四跌 礼拜五跌了收缴 那基本上 今天虽然晚上美股没有开盘 可是大家一定要特别留意 这电子盘还是要继续开的 所以到目前为止 NASDAQ大概也是跌了 0.91%左右 其实电子股还是 现在最弱的 包含 我们看的FAMG 其实这一波真的是在 这个修理散户 尤其是在 特斯拉跟苹果 在做拆分之后 我想很多的这个大户 基本上机构 趁着拆分之前 都开始获利了解 或者拆分后的第一天 拉上去的时候 开始获利了解 可是散户开始在接 那这个我觉得 这个有很多的面向 可以来做讨论 大家一定要特别留意 这边的一个跌 好 那特斯拉虽然说上礼拜五 逃过一截 这个原本盘中一度 跌了8%多 收盘涨2% 等于说来回差了10% 这一成的幅度 但是他盘后就出现了重挫 现在目前我们看到 特斯拉盘后是跌了6到7% 什么原因呢 什么利空呢 那时候标准普尔500指数 发布了最新成分股 那结果呢 特斯拉居然没有入选 这也是跌破眼镜 特斯拉居然是输给了三家公司 因为他这次标普有调整成分股 就是剔除了三家增加三家 结果三家公司增加里面没有特斯拉 那特斯拉就傻眼 投资人也傻眼 所以就盘后就大跌 那特斯拉如果礼拜二开盘 重挫的话 那恐怕就美国建压股 整体的压力就很大 因为特斯拉若一度这个盘前就 盘后交易就已经跌了7%了嘛 若一开盘跌个10%的话 狂泻的话 那整个建压股就会被带下去啊 所以说其实 听众朋友这个简单来说就是说 基本上这个 比如说列入标准普尔500了 那就是说可能说被动的资金 再去买入特斯拉 那你一不被列入的话 那基本上就是这些人 原来人在玩嘛 所以大家可以理解说 其实特斯拉就是被等待了说 加入S&P500里面 结果没有加入的话 其实被动的资金没有进来之后 礼拜二开盘 我想应该还是会再往下测试 好 所以现在目前 纳萨克指数的电子盘跌1%左右 我觉得某种情况 有受到特斯拉这个消息的影响 对 那个是标普在坑纳萨克吗 为什么不让特斯拉加呢 这当然他有他们的原因了 也许他觉得特斯拉波动太大 或者说他股价太高 或者说他太投机 等等 不管怎么讲 那美国现在目前整个筹码面的确在乱 什么罗宾汉这些人 就是在手机上交易股票的 这真的是非常凶猛的开户 这个新增 这个也是我刚才提到的重点之一 就是说现在的年轻人 其实包含在美国年轻人很多都是说 台股也是 台股也很多当冲客 我当冲很多 我问这个营业同仁 他们说从今年的三月到九月为止 全部都是年轻人开户 然后都是出生之独不畏户 然后都是很好赚 就是随便买随便赚 然后这一路以来都赚的不少 那这些伙伴的回答 其实都被掏了不少 好 那美国现在那个有个数据 值得大家参考 Smart Insider公布出来 美国的CEO CFO 就是执行长财务长 再加上董事 总共有1042个人 他们在八月是卖出自家股票 而且总金额高达了67亿美金 就是这些高层 在卖自己家的股票套现 那高层会卖自家股票套现 只有两个原因 一个原因就他们缺钱 第二个原因就他们觉得股价高 那缺钱不会一千多个人同时缺钱 所以说你从这个数字 就可以看出来 其实这些人都自己新知肚明 自己家的股票涨太多了 对不对 对 其实有其他的看 其实美股现在的这个本益比 或者说股指来说 已经超越了本来大家认为的一个合理的水准 那大家可以说QEQE 可是如果说这些放钱放出来之后 没有联准会的下一步 那基本上这些 我觉得会变成bubble 或者说这个钱 它会流到其他的市场去 所以这个推高的指数之后 一定要特别流 尤其这边看起来也是有点风险 为什么 因为在礼拜四之前是 现在一直创高 一度拉高之后 就是把空头先嘎爆了 然后再开始击杀 这个我认为这一次波动率 不只有大幅上升的状况下 投资朋友一定不要快速的去抢反弹 至少你一定要先等它指稳再说 目前还没有指稳的几项 好那你说联准会放了多少钱 联准会有联准会虽然急放钱 那他也放了三兆多美金 对不对 可是我们刚讲上个礼拜光是两天 美国光是五党间亚股 就就就就蒸发了市值两千亿美金 就等于联准会放钱将近快十分之一 那你还不要讲其他股票的市值蒸发 所以说这样子的市值蒸发 股票如果一旦大跌 那其实联准会放再多钱 也是被这个股票给消灭掉 对因为大家知道一点 是这样子吗 放钱是在三月四月 我也一直放下来 可是低档放账 那一样是用股票 把你这个财政部给的支票 给它消灭掉 没错 所以你不要觉得说 就放钱很伟大 事实上股票跌起来 那个市场资本蒸发 比你放钱还伟大 那除非你能放更多钱 所以为什么 为什么日本就绝对不让日股大跌 因为他放了这么多钱 现在日本的央行资产负债表 是GDP的1.3倍 如果照这个比例的话 联准会的资产负债表 从现在7兆美金扩张到25兆美金 所以日本就不敢让股票崩 如果一崩的话 那整个就全部泡沫化了 而且就没完没了 对啊 就跟中国大陆不敢让房地产市场崩 因为所有钱卡在地产上 如果地产一崩 这整个经济 金融市场就全面崩溃 泡沫化了 所以要看这个GDP的 整个资产的成分 是没错 所以日本有两个最致命商 一个股票 一个日经 日经东正 一个是他的国债 绝对不能崩 所以这一波其实日本没有怎么跌 大家如果看现在日经 日经撑啊 对啊 他就不会让他 因为你你一跌我日银就进去买啊 对不对 我日银现在已经是很多公司最大股东了 这跟大陆一样啊 你股房市一跌我赶快政策就支持啊 绝不能让房市松动啊 每个国家都有他的金融弱点 对不对 那美国现在就是 看起来这个股票市场就遥遥欲坠嘛 对 好 那我们现在该怎么办 台股你说 好像没什么跌 往往台股要跌起来也是很可怕的 一跌可以给你一天跌600天 最近才发生 所以说其实大家还是要特别留意金融市场的波动 尤其是现在波动开始上升 包括CBOE的VIX 台股的VIX都在上升 对其实VIX上个礼拜波动真的很大 然后来到了接近近三四个月的高点了 所以大家一定要特别留意 台湾的VIX 然后还有这个所谓的 我们看到的美股的VIX 其实波动都相当大 而且在创高之前 在跌下之前创高的时候 那时候VIX已经是悄悄的升高 那现在大跌之后 VIX又再往上喷的话 这一波的波动 我想应该是大家一定要特别留意 好 我们休息一下 等一下回来 98新闻台 FM98.1财经一路发 我是阮木华 刚刚昌银讲说CBOE的VIX恐慌指标 上周五在一开盘大跌的时候 曾经一度上升到38点 这将近40点 这很高的水位 这个让市场很紧张 那索性因为苹果跟特斯拉股价回稳 拉上来 从8%的跌幅米平还上涨 所以说VIX指标也跟着下跌 最后收盘是跌 跌了大概差不多也不少 大概好像也跌了10%左右 就是收在30点左右 不要上去就跌下来 越收脚了 上下差了340% 这个差的幅非常大 所以说跌到30点 就大家稍微安心一点 但问题就是说 这个礼拜美股会不会继续跌 那就观察VIX跟美元指数 美元指数也不能说大升 上个礼拜户指大陆股市 是全周跌了1.42% 结束连五涨 创业板则是下跌0.9% 深层跌了1.4% 香港恒生指数跌了2.86% 今天在香港有一档股票重跌20% 是赫赫有名的中芯国际 因为美国说要把它列入到实体清单 结果造成中芯国际 今天股价一天崩跌了20% 真的有够惨 记得没有多久前 中芯国际在创业板挂牌 那时候是股价涨到40块 就是40块港币多 从40块港币跌到今天 已经跌破20块港币 真的是被割韭菜 割得有够凄惨 而且大陆的中芯国际 就是在这个户上 中芯国际U 基本上今天也是跌了11% 港股跌它也跌了 那这个上市的时候是95块 那现在到今天为止 已经剩下58块 所以也是非常多 这个韭菜已经被割到 已经是连根拔起来了 真的是有够恐怖 好那今天台股连电涨停板 连电为什么涨停板 因为中芯国际大跌 那么两家就是同样制成 所以大家会想说 那中芯国际不能接单 单都会转到连电来 会这样吗 我觉得 连电涨停板 台股现在有时候 就涨得不是那么有道理 大家都是都看新闻做 但就是中芯国际 大跌的关系 就是美国要制裁中芯国际 所以要预期中芯国际转单 对 可是可是我说真的 你说大陆自己国内的单 要下给连电 我觉得其实 我觉得机会可能也没有那么高 问题是连电你能接吗 对啊 你能接华为的单吗 台积电都不能接 你连电怎么接 可能也没办法接 美国如果要封杀大陆所有的公司的话 台湾也吃不到这块饼的 但市场就会联想 市场去联想 上周还有油价大跌 这也是一个不好的讯号 那美油居然跌幅是8% 美桶跌破40% 收39.49% 另外布油呢 也跌了7.5%的幅度 美桶收在42.35% 那油价大跌 当然跟股市是联动的 那金价也出现下跌 所以没有一个涨 金价也跌了1.5%的幅度 美样收在1942% 金价最近看起来也摇摇欲坠 那同时美国十年级国在殖利率 最近也一直升 已经升到0.7%之上 那上周稍微回档 两个基点到0.72% 这礼拜一美股休市 明天欧元区要公布GDP 礼拜三中国大陆公布CPI PPI 还有就是联总会关注的 JOLTS的职务空缺指数 礼拜四是欧洲央行会议 还有美国要公布PPI 礼拜五是美国8月的CPI要公布 那上周五美国公布出来 非农是137万人 比预期稍微好 预期135万人 那七月增加的就业人数 是173万4千 美国现在最新的失业率是8.4 8.4 好那我们现在到底该怎么操作呢 看起来基本上我是觉得 最近要提高警觉 对我觉得其实 官方朋友其实抓到一个重点 就是说其实在逢高回党的时候 说真的要听看听 也许就说在这个川普选举之前 美国政府这边或是川普这边 会积极的做都没有错 可是这个科技股已经涨非常多了 所以我觉得大家其实抓到 第一个VIX指数 你一定要去关注 第二个就是说 油价其实有一点类似 稍微落后的指标 油价就代表什么 下半年度的景气 我记得我在两三个礼拜前 这节目也提到 其实是看原油这边 其实下半年的景气没有跟上来 美国的这些所谓的航空业 它没有做这个全国的这个 或是这个全世界的开通 那基本上你的油价一定上不去嘛 那今天又是落井下石 又说这个包含在这个沙特 沙特地阿波这边又把价格又调低 然后整个油价又灌破死死 这个重要关卡 所以我觉得包含这样的经济的衰退 有可能就带领了另外一个 所谓的一个往下的回撤的一个部分 但是现在可能是这样多头啦 就还涨几点 所以我觉得群原油的部分 尤其是国内又有这个所谓的 这个原油的正一正二的 这样的一个事件 我觉得其实在一起 其实黑天有蛮多的 真的大家不要乱买商品 不乱买到最后 其实真的会欲苦 好 那另外一个消息也值得注意 就是孙正义 他的软银 这个应该 张欣有听说 他八月大买这些尖牙股 八月这个尖牙股不是涨很多吗 可能孙正义在里面缴货也有关系 他据说软银 现在目前逐渐这些资讯 已经慢慢清楚了 据说软银居然在八月 大买了差不多40亿美金的 这些亚马逊 苹果这些股票 40亿美金 很多 上千亿台币 一个月就扎这么多钱 的同时呢 他还买了40亿美金的 这些股票的买权 那这些股票的买权 大概杠杆至少十几倍 等于说他如果买40亿美金的话 大概他现在目前整个 光是买权资产的合约规格 大概就500亿美金 500亿美金 开什么玩笑 上兆台币 他这样子去压这些尖牙股 赌他们还要大涨 因为买权大家都知道 如果说一旦没有履约的话 他这40亿美金是要归零的 对 买权的意思就是说 涨 而且要连续一直涨 对啊 一旦没有涨 就可能会通通都 因为他有时间价值 他会被这个时间吃光 他的这个时间价值 没有错 放越久对他越不利 好那谁跟他对坐 就高盛 那个摩根斯坦利 这些华尔街最厉害的大投行 那我请问你谁会赢 因为孙正义的做的对手方 就是这些大投行 也就代表说 如果孙正义赚大钱的话 这些大投行要亏大钱 对 因为这个市场是零和的 谁赚钱就是对手方会赔钱 对 那你觉得谁会赢 是摩根斯坦利会赢 高盛会赢 还是孙正义的软银会赢 是日本人会赢 还是美国人会赢 或是说 日本人能在华尔街的地盘上 赢美国人吗 赢这些金融的巨拨吗 其实这种衍生品 对于说一般的投资公司 包含刚才提到的 这个所谓的在罗宾 汉上面开户的投资人 就涨的时候 你一直看到这些尖牙股涨 你买进买全 by call 那很快 你可能这个个股涨8% 你这个选择权那边 已经可能赚了 30% 40% 你赚得很开心 可是一旦肩头反转的时候 这个时候就是卖方庄家的时候了 所以说像这些高盛这些 他可能就是say call 他也有股票 他就是做一个所谓的保护性 他就say call 那就跟你对坐 那一旦股票开始跌的时候 他的say call 他的卖出买全 会大量赚钱 赚你的权利金 把你的钱赚过来 那他股票跟着抛 他股票一定抛 对 因为他越抛股市跌得越多 然后他的say call 就赚的权利金越多 他就通杀 但是如果一旦大涨 他也会很麻烦 因为他要赶快去补 这些股票的现货 去避险 所以说我认为未来就两条路 以孙正义这件事情 因为这件事情已经被市场大传特传 说这个华尔街出了 这个出了一条大金鱼 大的会儿 就是孙正义的软银会儿 软银大金鱼出现了 华尔街之金 新的华尔街之金出现了 就是孙正义 好赌啊 那孙正义过去的愿景基金 都是做中长期的像Uber啊 这些WeWork啊 这些独角兽投资 怎么会去变成像对冲基金呢 他是有这么大财务压力 需要去赚这些钱吗 很怪 我觉得也很怪 就是说在高档 你买了股票之后 又买买权 基本上完全没有避险 是权力大 权力压住啊 对 权力压住 就跟你一搏了 这个股票叠下来被套不打紧 可是这些买权是通通都会归零的 通通归零 对圣经义可能无所谓啊 我就40亿美金赔掉算啊 40亿美金对我圣经义来讲算什么 对不对 我一记我的软银可以赚120亿美金 我赔个40亿美金 也不过赔掉我三分之一的获利 那这样高盛这些投行 他们就是吃你的豆腐 他可能就是这样吧 趁这一集赶快就吃你的豆腐 好 就当大家都看法 也是说 选前川普一定会互盘的时候 搞不好事情就不会是这样 对 而且可能一个回档 他回档个5% 其实大家就受不了了 那你想看这些大咖 说大家都认定这个选前不会跌 那我就在这边卖给你嘛 对 不然你怎么会买股票 好 所以有时候市场跟大家想的不一样 这是一个 我常年在这个市场上体会到的事情 就是说 众人的看法未必能成真 就是市场它的方向 不是众人的看法这样 好 非常谢谢林昌星 麻烦 一下 我们 最后 我们 再度 感觉 让你 我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